988新闻见 在6月最后个星期五的新闻线之前 我们有两个消息 一个是好消息 一个是坏消息 要跟你分享 你先听哪一个 当然是要选好消息 好消息 我们先说好消息 因为配合第16任国家元首 苏丹阿都拉陛下登记仪式呢 政府已经宣布 7月30号星期二 是全国公共假期 是一个特别的公共假期 那真的 不管是怎样 大家打工作还是会开心一下 有的放在去开心啊 真的 根据这个文告呢 说到西马还有纳敏直辖区呢 就是可以直接 想有这一个特别的公共假期 而沙巴还有 就是沙拉月那边呢 他们就是可以由州政府去决定 到底放不放这一个特别假期 那当然你听了好消息 过后就要听坏消息啦 坏消息就是今天是星期五 所以新的这个燃油价格出炉了 苏丹97汽油的零售价呢 是上升了11仙 去到美工是20级49仙 那苏丹95汽油还有柴油呢 是保持不变的 新闻局限 漫威十周年英雄展开幕 敦马就说他最爱灭霸 因为够大够凶 赵家不满 警方使用错误囚禁 来重查这一个赵明福的病案 那财政部长就要求总检察长解释 柔佛巴西古当空气污染有748个病例 杨美营就说工厂学校都没有缓冲区域 柔佛州苏丹怒斥同一个地点 空气污染重演是可耻的 甚至要搬走那些污染的工厂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为什么陛下那么的生气 因为巴西古当第二波这次的这个空气污染事件 发生了一个星期 但是你看整件事情好像是没有很好的解决 而且是在更严重的 来看到在当地啊 昨天是增加了另外四宗的新病例 病患已经被送到了诊疗所那边去治疗 不过现阶段其实也幸好没有任何人是进入加护病房 也没有任何的死亡病例的 那截至今天在巴西古当的空气污染事件当中呢 一共有748个人是出现了呼吸困难的症状 其中有709个人是接受治疗 另外有39个人已经是送到医院去留医 柔佛州卫生局目前呢 是依然在事发地点监督 而民众呢也是有受处说 如果你有出现了呼吸困难的症状 包括偶尔头痛啊等等这些症状的话 就要去到附近的诊所去就医 是呢看到上一次发生这个 金金河事件的柔佛州 这个巴西古当坠里 这个事件已经令到柔佛州的苏丹伊布拉辛陛下 勃然大怒 那前任大臣那个时候不是下台吗 就是因为他处理金金河事件不当 据说也是其中一个导致他下台的原因之一 那结果短短的时间呢 才三个月的时间呢 又突然间来了这么一单 而且拖了这么久还没有解决 陛下当然是震怒了 陛下就形容啊 巴西古当第二度爆发空气污染事故 是卑劣还有非常可取的 而且陛下就认为 中刚政府以及洛佛州政府都必须对此负责 陛下今天是接受英文新报的专访的时候 他就说到啊 他将会召见有关当局的负责人 来回应这件事情 以便可以更好的去了解 为什么在三个月之内同一个州属同一个地区会再次发生污染事件 那陛下就有强调说这是卑劣的事完全是耻辱 即便不是无能 可是最新的事件也清楚的显示出 州还有中央政府的灾难管理系统是有缺陷和有弱点的 那陛下就说巴西古当的人民已经是受到污染事故的严重影响 三月份已经有接近4000个人求医 而现在在最新的事故当中呢 又有475所的学校被勒令停课三天 所以他就指出 州政府在三月份花了大约640万令吉去清理金金河的有毒废物 然后有一位部长就发表了相互矛盾的声明 原本就说最新的事件和金金河事故有关 可是后来又否认了 那陛下没有指名道姓 但是你去翻一下新闻就知道是谁了 那苏丹陛下就会向柔佛州政府提议说 要放弃或者是重新整顿一些对于柔佛州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行业 他说这个东西不仅仅是危及了柔佛州的子民同事 也是危害了新加坡那边的人 那他觉得当其他的州属不想要这些塑料废料的制造商的时候 但是这些制造商就可以在柔佛州那边经营 陛下说我完全不关心这些有毒的产业 所谓的经济价值这些 因为陛下关心的只是柔佛州人民的健康 他觉得这笔钱是来的重要很多很多的 那另一方面大马自然之有 也是有呼吁政府要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来调查这件事 这个组织的主席米纳斯拉曼呢 今天就有指出 有鉴于这一起事件的重要性还有严重性 所以成立皇委会呢是需要的 以便确定说破坏人体还有环境的罪魁祸首 并且要严惩他们 他也是有说到成立皇委会至关重要 以便国内其他的地区以后 如果再发生类似巴西古当的污染事件的时候 就已经备有一套应急的措施和体系 那其实针对各界的批评 环境部长杨美银今天是坦诚 他说巴西古当确实是缺乏永续性的发展 因此对环境带来长期负面的影响 他说包括了你看啊 学校啊房屋还有社会活动的中心 跟化学工厂之间其实是没有缓冲区的 那有一些工厂距离学校只有大约300公尺 非常非常的靠近 就令到当地的居民暴露在化学灾害的风险当中 他指出啊巴西古当一共有2005家的工厂 而当中有250家是化学工厂 那当地的发展是很密集的 这个化学厂也是就是布满了那一个地区 就造成环境的容量超载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包括说那个空气啊土地还有河流都有这样的问题 那有鉴于此环境部会马上采取措施 包括说会分析整个环境超载的一个问题 同时就设下缓冲区 希望可以降低化学灾害的风险 那环境部呢也是会设立空气污染的这个物质检测站 以便可以更快还有有效的发出化学灾难的预警 另外杨美英部长也就有说到这一次的事故呢 和金金河受污染所散发的毒气事件 其实是非常不同的 他说化学局呢 目前是没有办法从受害学生的尿液 还有血液当中是探测出化学物质 那你说到截至目前为止呢 其实柔佛环境局已经是向巴西古当 三家怀疑是空气污染罪魁祸首的化学工厂 是有发出了停工的指示 那柔佛环境局主任旺阿都拉迪夫 他就有说到这三家化学工厂呢 是抵触了1974年的环境素质法令 那除了发出三张停工令之外呢 当局也发出了27张的传票 都是跟废料违规有关的 还有就是10张的传票是工业污水的违规有关 其实看到现在巴西古当爆发第二次有毒气体的污染呢 马青柔佛州的团长林天顺呢 就直接谴责柔佛州政府还有环境局办事不力 应该对这一起事件负上全责的 那其实呢他发表文告指出 巴西古当在短短三个月之内 爆发第二次的空气污染事件 就让人民对于州政府还有环境局的监控能力 是完全失去信心 他提醒罗佛州的政府要把人民的健康摆在第一位 不能够为了某一些方面的利益而牺牲人民的健康 那你说到呼吸新鲜空气 本来就是应该我们人民的基本权利 所以希望呢政府真的是可以把这个权利呢还给大家 那其实为了要保证非烟民有一口新鲜的空气 不必去吸二手烟 看到说卫生部早前就有设定了禁烟令 在特定的地区就不准吸烟嘛 那虽然禁了传统的烟 可是呢电子烟呢就没有包括在内的 而根据最新的数据呢 电子烟入侵校园的问题 现在是越来越严重 今年呢卫生部副部长李文才就有说到 以他为首的特别委员会将会去探讨 到底要怎么去管制18岁以下的人是购买电子烟 而目前这个立法的工作呢 已经是迈入了最后的阶段 希望最快可以在今年尾 又或者是在明年初可以将这个法案呢 是提成到国会 他有说到啊 因为这电子烟在网上的行销手法是层出不穷 有太多太多的 即使是政府关闭了某一些知识网站 那有一些人还是会通过社交媒体啊 去卖电子香烟的 所以官当局就会通过 就是跟这个通讯基督媒体委员会合作 来监督并打击网上售卖电子烟的行为 同时呢 他也希望家长可以经常监督孩子客余的活动 这样子 希望可以马上发现制止孩子去接触这个电子烟 那当然有记者就问到说未来会不会在国内也禁止电子香烟呢 针对这一点呢 他就说到有关当局会把这个事情纳入考虑的范围内 而且大多数的国家的做法其实是立法管制电子烟 跟一般的这个管制香烟的情况是一样的 所以好像是不排除以后电子烟也会进一步的去管制了 好今天的现在VOT呢 我们关心一下在柔佛州巴西古道那边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再次爆发严重的空污事件 你认为这一个问题是出在哪里呢 如果你认为是政府跟执法单位无能的话 你可以点选WOW 那如果你是觉得是无良的污染工厂的错的话呢 可以点选SET 两个选项欢迎去到988的官方FB那边投选 在下一段回来呢 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在赵明福这个案件 要重新调查的这个情况 因为今天看到了行动党的一些领袖有出来说话了 988新闻线 988新闻线让你紧贴时事不断线 你好我是湘君 你好我是欣怡 警方援领这个错误求禁的罪名 重新调查赵明福的命案 这个case呢大概是两天前发生的吧 就让赵家非常的不满而且抗议 那事情一直来到今天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 他是有发表谈话的 他就说呢 其实他已经写信给了总检察长汤米托马斯 要求他解释 那现在呢就等着总检察长那边回复 林冠英就说到 他说我非常惊讶 在总检察署的指示下 警方是援引刑事法点第342条文 也就是错误求禁来重新展开调查 他也是很讶异的 林冠英今天就发文告说 他其实早在去年的11月23号呢 就有第一次写信给汤米托马斯 要求对方呢 是根据内阁在去年6月的决定 重新调查赵明福的案件 林冠英就有说 总检察长过后是有回复他的 就有说到 已经是要求了警察总长展开调查了 可是在这个回复当中呢 总检察长是很遗憾说 调查是没有进展的 而他也承诺会施压警方继续调查 而林冠英就补充说 虽然在这之前呢 在内阁也是很多次提及到这件事情 可是整个调查依然是没有进展 所以他有强调说 赵明福命案是重要的公共议题 所以呢就是希望AG那边能够解释 为什么是这样子啊 对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赵明福命案的背景啊 在2009年7月15号的时候 赵明福当时是以一个证人的身份 去到雪州反贪会的办公室录取口供了 来协助调查雪州议员拨款的这个案件 不过呢他在隔天就被发现 卧室在反贪会大厦的五楼的露台 出事的时候他只有30岁而已 那在2011年就是两年之后 艳师庭一度就把赵明福命案 判定为是一个悬案 过后呢这个悬案是被上诉庭那边推翻的 就认为说赵明福的死 是由身份不明的一个人或是多个人的非法行为 所造成的那当中就包括了反贪会的官员 这也是后来就是上诉庭要警方那边 针对这样的一个方向去调查的 那赵家过后又入禀了民事诉讼 就起诉了反贪会 政府还有反贪会的官员疏忽 伤害以及殴打赵明福 接下来呢政府就在法庭上面有承认疏忽 而且就向赵家赔偿了66万令吉 那这宗民事诉讼案是在2015年5月份结束的 虽然内阁去年就议决说要重新调查赵明福命案 要调查他的死因 但是赵明福民主基金会还有家属就揭露 警方现在只是援引一个错误求禁的罪名 来调查这个案件 并不是要追究这个刑事责任 那一支部长慕尤丁就说到 因为赵明福案件已经走完了所有的司法途径 所以呢现在警方要重新调查这个案件的话 就必须要由总检察署去决定调查的方向 不过呢通讯及多媒体部长哥冰心 他就有说到慕尤丁的言论只是他个人的看法 不代表了内阁 并且认为一切应该要交由总检察长去做决定 而你说到哥冰心 他曾经是赵家的代表律师 他就有说很明显的过去已经解决的 是赵明福案件的民事诉讼案 也就是说真正在刑事角度呢 还没有完全解决的 对所以赔偿那个是民事诉讼的部分 那另外看到了民政党树立主席胡洞强 他就说到行动党有义务替赵明福家属 还有一故的赵明福讨回清白 而不是这样子 不久之前不是在脸书上面有张贴一张 他跟行动党前主席 也就是一故的卡巴欣合照 那下面就有留言到说 如果你还在 就是说如果卡巴欣你还在的话 他觉得这一年这样看起来会是另外一番景象吧 他就觉得说很想念这个卡巴欣先生 那针对这个东西胡洞强就说道 赵丽兰的留言就让人很心酸 也透露说现在的行动党完全走了样 在当上了高官之后 已经没有人愿意挺身而出 为赵明福讨回一个公道了 那其实说到除了这个赵明福的命案 这几天大家很关注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也是算是悬而未决的案子 说的就是这个强迫失踪的案件 因为内政部日前就正式成立了一个六人特工队 就是他是以前高庭法官阿杜拉辛来领军 要在六个月之内调查徐景成 还有安里色默强迫失踪的案件 不过呢 徐景成的家属却对整个特工队的阵容有意见 因为他们觉得里面没有女性在 而且也是没有很好的反映出国家多元种族的精神 那对于这件事情呢 首相马哈迪的回应是说 没有办法满足所有的人 这个回应也是有让徐景成牧师的家属不满 就敦促政府要重新去组织新的特工队 去调查这起案件 那根据透视大马呢 徐景成的妻子刘秀玉 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有说到 其实家属只是希望可以有一个独立可靠的特工队 去调查这起失踪案 而不是说关乎敦马所说的要满足所有人啊 这一些 他说而是关乎真正是什么是对的 还有就是遵守基本的公平 还有平等的准则 他就有说到 马哈迪一直都在谈着法治 可是他和其他强迫失踪者的家属 到现在都没有获得争议 那接着我们来换一个焦点 其实这个之前呢 也是有看到卫生部长有提起的 那今天是进一步说明 卫生部长足迹菲里就宣布说 政府将会朝着这个吸毒除罪化的方向去发展 他觉得毒瘾的问题呢 之后不应该再被列为是一个刑事罪案 而是一个公共医疗问题 不过他同时也强调这个吸毒除罪化 不代表合法化毒品 他是这样子说 他说全球现在呢 已经有超过30个国家 开始为吸毒除罪化 他就认为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政策改变 所谓的除罪化 指的就是不再像以前这样子去刑事处罚 那一些啊 就是吸毒者 承接一些可能拥有少量毒品的个人 而是就是帮助他们就免除这个毒贩的罪行 就希望说可能就是他们只是一个病人啊 把他们当成是病人这样子去看待 去治疗他们而不是罪犯 而他有强调说 其实贩毒在我国依然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来的 所以这个去毒啊 去罪化其实是针对就是引君子 就是说如果你是贩毒的毒贩呢 那一个罪行依然是存在的 就是说政府并没有免除毒贩的罪行 所以足迹菲里他就解释说 引君子呢 应该是被当成是病人来看待 而不是罪犯 所以呢 政府要做的就是要医好他们的这个疾病 也就是所谓的毒瘾啦 那接下来我们来轻松一下 说到这个Marvel的那个 这个动漫的电影 就是这个Endgame 不久之后会再上 是因为要多了一个七分钟 之前没有公布出来一个新的片段这样子 你最喜欢什么角色先 Captain America 诶不是我喜欢比较喜欢那个那个 叫什么I am man 哈哈哈哈 我喜欢Captain America很帅这样子 那有人就去 不同的人喜欢不同角色的 这样有人就去问敦马说 诶你喜欢那个角色啊 结果敦马喜欢的是Tanos 嗯对 Tanos如果我们有看的话 就是在这个电影里面呢 他的角色是绝对的就是很霸气的 因为他只要弹一下手指 一半的人口就不见了 其实他今天是为这个漫威工作室 十周年的英雄展主师开幕之后就被问到说 为什么会就喜欢哪一个角色啊 Marvel里面的一个角色 他就说是灭霸就是Tanos 因为他够大够凶悍 那这个呢 这个英雄展示从6月28号到10月27号 这段期间会在Pavilion那一边 他的十楼展开长达四个月这么久的一个展览 那当中就会展出一些他们的模型啊 装置这样子啊 我觉得漫威民应该过去看一下的啦 OK那接下来要关注这个 也是轻松也蛮有趣的 就是马来西亚呢 就是被当选为全球第25个最性感的国家 那根据这个国际旅游杂志 Big7 Media的这个调查呢 全球大约有150万人是参与了这个民调 就选出世界上最多帅哥美女的国家 那根据这个民调呢 马来西亚排在第25位 而且这个排名呢 是超越了很多国家 包括说超越了邻国泰国啦 也超越了美国啊 德国瑞典 俄罗斯 中国伊朗等等国家的 好像真的是与有容颜 突然间我们被列入第25名最美耶 刚才呢 那个湘君让我猜第一名是谁 然后呢一开始的时候猜不到 可是那个成绩出来 过后也觉得 诶是确实的 是名归 对 在国未有猜是俄罗斯 我觉得差不多了 因为就是乌克兰 但当选是拥有最让人惊艳外貌的 人民的一个国家 就排在第二的就是荷兰 第三呢 我也是有个让我们猜一下 是东南亚的国家 我们一开始也是猜不到 那刚才我说到泰国嘛 一开始也就是在泰国 然后我觉得说 好像越南美女也是蛮美的 蛮漂亮的 这一个国家呢 她的这个美女 经常就会登上那种 世界小姐啊 有排名的那种 就是选美的时候 都会入围的那一种 后来他们就猜到了 就是菲律宾 排在第三名的 那而其他呢 就是挤到去十大的国家 依序是巴西亚 哇非常性感的一个民族 那这个澳洲啊 南非 意大利 阿美尼亚 英国还有加拿大的 其实不错了啦 我一想到25名 这样我们还赢过美国 这样子 有分的 我们有分 然后黄家卫讲说 我们突然间感觉很骄傲的 就说到这个现在 我今天问的就是 巴西古当短短三个月的时间 再次爆发严重的空污区件 你认为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 一般一般哦 对一般一般 有51%的人就觉得说 政府跟执法单位无能 49%的人是觉得是 无良工厂的错 其实我看到说 在这一个 是帖子下面的留言啊 很多人都说 两边都有问题 凯利丹她是讲这样子 两边其实都有问题 然后YC说 到现在其实都没有办法 去证实污染的源头 DK孙也是觉得 两边都有错 所以她选择放 Angry的Emoticon 那看到May的Paper 她就说执法单位 无良商家都息息相关了 嗯 修曼她说 巴西古当呢 有上万所的这个工厂 加上毒气是没有颜色 要怎么去查源头呢 最重要就是 民众如果看到 要多举报 还有多留意 那老YC直接就点名说 到现在都还没有 证实污染的源头啊 嗯 Mushroom 她就有说 怎么这么多年了 就算是再努力 都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啊 她说 是不是没有利益就没有去管呢 VC单就说 罚款不够严重 所以没有人害怕啊 嗯 OK 所以大概那个留言 都差不多念完了 对 因为大部分人都是讲说 是两边两边都有错 我觉得身为人民啊 现在不想去追究 到底是谁错 可以不会解决那个问题 对 你知道我的亲戚在那边 就是之前才讲说 那边情况怎样 进行和的事件 有没有影响到他们 现在又来这一单 真的是觉得 哎呦 为什么这么短时间 第二单了 而且那个迅速 那个反应的那个迅速的动作 还不够迅速 太慢了 就是在短期里面 可以连续发生这两起事件 而且才相隔两三个月 只能够说 这问题可能是 真的要去到 就是根本的去解决吧 没有话 你就算是这个第二单过后 下一次还会有第三第四单 还是会出来 就是说 那个问题根本就是 已经根深蒂鼓的 很残忍 但我觉得是现实 好吧 今天是星期五 大家还是放松一下心情 就好好去吃一餐 就好好的过这个周末 今天晚上过我就不讲话了 我是湘君 我是欣怡 我们下个星期一再聊